节目结妹桃的一般美女主持 经常朝夕相对 感情就像亲姐妹一样 这天是她们新一年首天开工 节目组就特别为1月6号生日的傅佳丽 以及12月29号生日的陈诗欣 惊喜送上蛋糕补助生日 寿星之一的Yunas更大爆被孙慧雪误导 差点以为自己被大家遗忘了 因为我之前就是觉得就是过了这么久 因为我是12月29号 就过了一段的时间 我觉得大家都可能会记不起了 忘记了 但是阿雪非常好笑 刚刚就是发生了一个差距 是什么呢 因为她今天一回来我就跟她说 一会我们跟凯莉庆祝生日 我们跟她切蛋 你知道吗 然后我说我没有说 但我不知道啊 没有人说给我听是不是我有份呢 她怎样说 然后我说没有了 你已经过了很久 怎么会有你的份呢 你跟我们一起切吧 对 但其实那个蛋糕是送给她跟凯莉的 除了这班好姐妹之外 Yunas还获余湘宁 及邓颖瑶两位好姐妹为她庆生 她也有分享生日愿望 希望下一年工作会比较好呢 可以派局 还有我们的姊妹桃 可以就是越来越好 对 然后谢谢德于斯妮 你也有没有什么减忘呢 我减忘就是疫情会快点好起来 然后我的儿子可以去回学校 这不用现在要送来上堂 因为她现在就放电不足 所以她晚上睡不着 然后我也没有得睡 而另一位寿星Kelly 就大赞拍档 保持神秘的技巧大大提升 事前完全察觉不到 任何庆生的蛛丝马迹 我们团队真的很贴心 然后其实他们今天给我这个surprise 我以为是 为什么你们很冷淡呢 我才昨天生日了 你们今天接我只是say hi 没有说什么happy birthday 原来也有 没有因为就是我早上就收到他们通知 叫我就是低调一点 就拿一个蛋糕给你 所以我跟你见面的时候 我就不说太多 因为我怕我口 就是说太多你会有口风 Kelly生日当天就在网上举行 线上生日会 与粉丝一起同乐 其实也蛮高兴的 就是虽然疫情 把我们就不可以聚在一起 但是透过不同的网络的这个发达 真的网络很发达 我们就很可以跟不同国家的粉丝一起在线上面 就见面还有聊天 我觉得很特别 尤其是有一些粉丝他们会自弹自唱 还有会弹钢琴或者是弹这个 就是拉这个 然后我觉得很特别 然后很窩心 珍珀达一新的一年 有没有什么愿望呢 我的愿望当然是希望我们紫美桃的收视高高上升 很多广告 没错没错 然后就是我们有机会可以再去外地旅游 就是我们姊妹们一起去的 实际上